去年胶卷大幅涨价,原来只有十几块钱的科达C200都涨到了30多,以前的艾克发200从16涨到了50块钱一卷,看着一箱子胶卷,我只能苦笑,这是这几年最成功的投资了。 比特币不涨胶卷涨,股票不涨胶卷涨,什么都不涨胶卷还涨,坐吃山空,别管胶卷涨了多少还得照,还要用,很快胶卷也没剩多少了,看着淘宝满屏幕的五六十一卷的胶卷,是真下不去手,还好还有伟大的航空券可以用,价格便宜,一卷成本不到20,如果直接买片心更便宜,先说一下什么是航空券,或者俗称的飞机券。 航空胶片顾名思义,专为航空摄影设计的胶片,黑白片有黑字胶片,黑白红外胶片,黑白光谱片,彩色片有彩色R,外胶片,彩色红外反转胶片等,后来应用范围更一步扩大公安,科研领域也有使用,公安主要用于现场勘察等拍摄,黑白航空片用来拍摄足迹,血迹比普通黑白胶片要有优势,航空胶片市面上种类繁多, 都有各自的型号,比较难记,通俗易懂的,可以根据片机颜色来区分,比方说绿色,蓝色普通片机的,蓝色超薄片机的,目前最常用的,就是蓝色光运层的航空卷。 我这次就从群友那买了几十卷航空卷来试试,听名字你们就知道谁的卷了吧,先看看效果吧。 这个卷用下来感觉彻底放心了,胶卷再怎么涨价都不怕了,就用这个已经可以满足我的目前需求了。 不谈技术参数用来测试相机,和日常的黑白拍摄,肯定是经济实惠,而且性价比很高。 航空片一般是指勒凯特种胶片,60米的盘片,航拍所用,普通情况下,我们试买新鲜的盘片自己分装,但买新鲜盘片自己分装的人是比较少的,大多数人都从淘宝上买分装好的航空片。 最后,如果有想试试航空卷的朋友,可以给我留言。